美国男子在纽约市布鲁克地铁站开枪扫射行人 酿成10人重弹至少29人受伤 警方经过了30小时的搜查 终于将凶徒缉纳归案 枪手被控恐怖袭击和暴力袭击罪名 如果罪成将被判终身监禁 纽约市警局星期三根据市民提供的线索 在曼哈顿街头逮捕涉案的非洲裔嫌犯 检察官援引联邦禁令 也就是抵触向公共运输系统 发动恐袭和暴力攻击法令 控告62岁的弗兰克·詹姆斯 警察在反应的犯罪人提供 在曼哈顿上停止了1.42天 在曼哈顿上的宗教堂和第一道路 在曼哈顿上被拘捕 并没有遇到遇到遇到NYPD的工程 警方档案显示 詹姆斯·钱科雷雷 在纽约和新泽西共有12次被捕记录 涉及的罪行包括持有盗窃工具 扰乱治安和性犯罪 调查报告指出 星期二早上 嫌犯在布鲁克林区三六街地铁站 朝车厢投掷了两枚烟雾弹 接着向乘客开了33枪 击中10人 其中5人伤势危急但情况稳定 还有多人在逃跑中或吸入烟雾受伤 案发后 嫌犯逃离现场 警方先后找到他所使用的半自动手枪 三个家常弹匣 一把斧头 引爆的烟雾弹和汽油 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事后鉴定 现场找到的手枪是嫌犯在2011年合法购入的武器 纽约市警方还在调查詹姆斯的犯案动机 并且从嫌犯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帖子和视频发现 嫌犯对纽约市长亚当斯要清除地铁游民的政策非常不满 纽约地铁乘客流量在病毒大流行期间骤降 从每周的550万人次下降到上个星期平均的330万人次 但暴力犯罪也急剧上升 包括随机袭击 市政厅也因此部署更多的保安人员驻守地铁站 以保障乘客的安全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